各位同志朋友大家好 我是華信證券同步大師兄孫武仲 今天是2021年4月28號星期三 很高興又在這裡為大家解函 好 那我跟大家講 昨天就跟大家講 未來的操作車就是兩極化選股 今天二 今天還是表現昨天跟大家講的 我昨天在正名捐的股市現場 也是做這樣分析 就市場的從 之前我跟大家分享過三關過三關 的方向開始改變 過三關的手法開始改變 那一旦改變就是什麼 手樓改變 我自己說內涵 這個叫主力操盤的手法 主力操盤手法開始改變 我們就要了解開始改變 就是不要只未來一段時間 五月份五月分以後 這改變之後 就要有新的做法 就是要有新的做法 那兩個方式 第一個就是說強很強 比追價看你敢不敢追 有沒有 友達再創新高 是不是 你要了解第一桶再創新高 就是這強的股票 台航再創新高 華新再創新高 台波今天創新高漲停盤 我昨天也是這樣講 對不對 你敢不敢追 這個就是一個手法 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跌身反彈 你要逢低要佈局 就是說 看你是保守的還是積極的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逢低去慢慢佈 但是總是要佈一下一兩天 你要知道什麼時候讓它動 就是說舉個例子來看 你要了解 你要知道 你要了解這個情況 整個大盤 你看台積電店跌8塊 那下跌28點 盤中震盪100多點 因為今天週選人結算 那邊勾來勾去 不意思啦 對不對 那成交量5064億 成交量還有5000多億 其實蠻大的 表示多空征戰已經越來越明顯 那收在17567點 收到17567點 那融資這兩天一直在增加 資金有回流 那還是量縮上漲 因為還是什麼 比那個6400多億來的什麼 少 將近6500億 所以你會看到 船長資金還是在輪動 那這裡有開始分歧 從昨天開始 是說開始分歧 之前啊 之前啊 一個類股一直一輪動 一個類股一輪動啊 它幾乎像子類股漲 那幾乎全部都漲 跟類股全部都漲 石兵股漲全部都漲 水泥股漲全部都漲 可是現在不是 你看水泥股有的漲有的跌 鋼鐵股有的漲有的跌 那石兵股今天是幾乎全面漲 然後什麼 玻璃股今天全部漲 其實很多類股 像鋼鐵啦 航運啦 就各股表現 開始形成什麼 多空分歧 這就是到這個籌碼 開始有什麼改變 手路有的改變 一個是在比丹石 一個是在比什麼 耐性 比膽識跟比耐性 就是說你逢低布局的 你要開始比耐性 但是逢低布局不是做那個什麼 半山腰 你要做那個什麼 下來 這樣下去 不是坐的半山腰 只有你是半山腰這樣漲的 你也不賺也不歸你很悶 看人家都一直在賺錢 有沒有 舉個例子就是這樣 那未來這種股票越來越多 未來啊 這種股票 就是說不管強或弱 這種股票開始出現 就是說 有兩頭的兩極化也賺得到錢 就標準差以外兩邊賺到 賺錢是少數人 大部分都在中間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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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整這個地方可以 所以如果你看未來繼續長多 這裡是整理 整理完當然在上 但是如果這裡 未來回來 那這裡整理很久變成套好套嘛 所以這個地方你要特別注意 這是一個人生財富重分配很重要的 做對了你財富再翻倍 從上天上 做錯了你整個身體都輸掉 就可憐 所以這地方非常的重要 你需要隨時把握 了解嗎 大家了解了嗎 這個地方你會發現未來都是形成什麼 標準差兩邊的 這兩頭的會賺錢 百分之二十的人要賺錢 百分之八十的人 放一套 這跟過去不一樣 過去這個行情大多的百分之八十的人 都能賺錢百分之二十的人 輸錢 你要用不著股票 你如果要就四星KY 但是老實說這個整個手法開始改變 所以現在操作的低階手法 老實說你到底是要低階還是要追高 兩種 你要低階還是要追高 你低階就要比耐性 你追高就要比膽勢 比膽勢 比耐性還是比膽勢 這是很重要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向 各位觀眾朋友你看一下 各位觀眾朋友 你看上市股票創新高 可是你看上貴的沒過 真的出現了一個 現在市場多公分級 我們在討論的 我們在資訊交流 在討論兩個重點 討論的兩個重點 那兩個重點 第一個 假設 我們現在假設 這個盤貴買 會創新高 就補漲 那貴買的權值主要在哪裡 在電子跟生技 電子跟生技股 電子股跟生技股 那麼是不是預期五月份過後 如果貴買轉強內資進來 那麼是不是電子跟生技要補漲 是不是這樣 好 那萬不離了 這個盤貴 上貴都過不了新高 上貴過不了新高 代表什麼 內資撤退 那內資如果一旦撤退 那代表短線這裡漲幅比較大的 一些股票 是不是就會被獲利拔打 我說這樣你聽不懂 我說你每位都聽不懂 你有了解嗎 老師在跟你說美國 我一次說內涵跟結構 所以我喜歡解盤就解內涵跟結構 所以你看我在講節目 我不管在證明圈的股市現場 還是在 我都跟其他老師看法都不太一樣 講法也不太一樣 別人都在千篇一例講 他的股票基本面都好 什麼都好 我都不先不講這個 我都想講整個結構 整個市場 整個手法 我之前都說過三關 過三關 過三關 但是這兩天我開始說 要改變手樓 叫做什麼 創新高 量滾量往上走 一個就佈局 叫做跌身反彈 但是我不會叫你去做四星KY 我也不會叫你去做經理科 那太早期了 我們錢不太談 當然 富貴賢中求 你的大延賣的大叔 這叫富貴賢中求 但是我不需要我的會員去做這樣 我開始去佈局 人家手法開始在做 所以你要了解 我之前跟你說的 不用的 假設 你現在看這個盤會繼續蓋 假設你看會蓋 是不是準備貴買要蓋 你是不是要做什麼 電子股補漲 貴買電子股跟什麼 升級股 當然升級股短線開始要什麼 跌身反彈 為什麼 天氣開始下 你看疫情又開始增加嗎 這樣你聽不懂 聽不懂 聽不懂 但是我不敢說那是長多 所以整個市場 因為在這裡你也不敢跟你說看長多 你說要看10年嗎 還要看20年 錢賺了落地的更是最實際 白一條再臨不如一條 在手 是不是 所以各位大廟 你要特別了解 我們在做盤 做行情 你要特別了解這個結構 這個結構跟內涵 這才是高手 不然大家要看一張柱子 叫什麼建樹不建林 人家說 你建樹不建林 你到森林裡面很容易迷路 迷思 這叫做夢夢妙妙的迷思 我們在做公平要什麼 清楚 頭角 清楚 你看老師在改盤 頭角很清楚 解析邏輯非常清楚 一點一步 對吧 然後工後一點過 假公平沒有假斷 賺錢就是要工夫 所以你看我在選股票 都是選到市場最好的股票 那這裡一直到 昨天我在電視上來講 我也在這裡講 這未來操作是很重心理 資金行情到這裡的基本面都脫離了 大家都在講基本面市場 你也了解 每個基本面都脫離了 還要講基本面都脫離了 現在比的是什麼 心理 這是一個心理戰 等下 我們都說 說得不好聽 秘魯啦 秘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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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股票叫强很强的股票 就是第一种 你是积极操作者的力 就顶着钢盔往前冲 你钢盔在地上就要往前冲 不管头上有什么多恐怖 你眼睛闭着往前冲 当然你脚也要在他穿六边鞋 不在六边鞋穿就要扭了 第二种就是比较保守的操作者 比较保守的操作者 你说我逢低布局 现在落下来清 公司不错 公司不错的 可是这一波都没有涨到 这一波都没有涨到 那这时候你要特别注意 这种股票就会什么 补涨 这叫逢低布局 保守 好像举个例子 像生计股都没有 几乎都没涨到 当然少部分 比较特殊的 我们就大讲大 我现在说大部分 好的公司 有贪钱的公司 有赚钱的公司 那当行情开始在整理的时候 他就有机会开始表现 你就有机会表现了 那等一下说中信 中信的大部分就是买什么 我说的 拉回找买点 买 прив来 中国学买ach 数据买ach $%$%¥%在地上 起票后 prejud 到期課 起落不大 量都出现不在 成交量排行榜裡面 成交值排行榜裡面 股票你就要特别的注意 到说你要去 这样子 稳视你的股票 你到底是 跪期 白outs ban 就是给我放在大器 反正大部分 租 站在风口上 他也会飞 和現在已經不一樣 對不對 就去到這裡有發現嗎 你有沒有發現一個現象 個股已經越來越分歧 落差越來越多 那落差越來越大的時候 他的走法就不一樣 你要分享自己了解 我自己是短線操作者 還是中長線操作者 短線操作者我就當沖 隔通兩日沖再一個月以內 這時候你在做法你就不一樣 你如果是中長線操作者 你就是屬於基金啊 定期訂閲 那就不要管了 反正你就是把口氣 去操作者操作者 跟你無關 那讓籌碼穩定 所以我們就說一個重點 強很強的操作你要了解 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保守縫低布局 他的縮 縮到出量 落後大盤漲幅非常多 對不對 那再來中性 這人你要做就做這兩種 一跟二啦 你做三個也不容易賺到錢 但是你會最痛苦的就是三人 你有沒有了解我顧客 你有沒有了解 然後你做底線 做底線最高沙滴 是一個本書 帶著鋼灰往前衝 六兵協青的 隨時要落跑 所以你看這種股票就是這樣 你比如中工 蓋 他就融資增加熱 他融資就衰競 這就是真的人在衝來衝去 那你撐了解 你看你自己看你的股票就是這樣 有量的股票 你看你的股票 是大概成交量很大 都一萬張兩萬張 你會發現你的股票很有趣 他漲的時候融資就增跌 的時候融資就減 當然沒有融資融券就遵以外 就是說有做融資 有融資融券的股票 就是這樣 行情很注意 行情非常注意 長線操作者就是這樣 你如果要帶老師做 我不希望你現在做長線操作者 帶我來做短線操作者 還是做什麼 保守型操作者 我給你證明聽 學風第一步舉的這保守型操作者 你看之前老師都把你作 貴三關貴三關貴三關 你看老師做的股票是不是 幾乎噛噛 貴三關貴三關貴三關 三月份完全吃白 買了就漲停 賣了就漲停了 四月份也是啦 到四月中一後 但是四月第一後開始 我跟你說 四月第一後 過三年的行情開始改變 所以我四月二十六 我就開始賣這什麼 我開始什麼 我開始佈局什麼 你知道嗎 封低佈局的股票 因為手樓在改變 你才對我開始改變 我跟你說 這人在做什麼 我告訴你最先啊 你看不看 三月十一後 我跟你說開始要去什麼 電主國 去北東園中我做一拳 蹦蹦蹦 來來來 要去 那個光照 然後要去散裝航運四位行 買來蹦蹦蹦蹦蹦蹦 有沒有 都是買在市場店 有漂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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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傳燦我也很好做 傳燦我也很好做 電主國我也很好做 因為我都知道 散啦 這就叫散 相信啦 人要做生技 我就跟你說人要做生技 人要做什麼 我們就來做什麼 那逢低佈局 賺了就錢 看到沒有 每次就這樣翻翻 看到沒有 買到店 買完就是開始上去 買完就是過三關 買了就是過三關 唱歌 你聽到嗎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因為時間關係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今天節目到這邊 是要代老師還是什麼 封低佈局 保守性 如果你支持性 我也可以帶你做 最高三滴的 很賺的 電話叫進來 02-239-239-88 控理239-239-239-88 最好祝大家順順發得知 謝謝各位 謝謝 本公司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